这是在今天上映的后末日科幻片维斯珀 与旅客被松的梦幻电影相呼应 维斯珀凭借他独特的视觉风格脱颖而出 摆脱绿木使用大量的真实场景 精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虚构世界 讲述了一个真实而且更能引起共鸣的故事 未来地球的生态系统权限崩溃 而罪魁祸首却是人造病毒 世界进入了一个阶级化的黑暗时代 富人控制着被称为城堡的大城市 穷人留在荒凉的荒地中自生自灭 他们要想生存就必须用孩子的鲜血 从城市购买一种特殊的种子 但美丽种子只够维持三个月 为了找到充足的鲜血 穷人中拥有霸权的人 把生孩子发展成一种产业 老乔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统治着一个由畸形孩子组成的农场 这些孩子被当作血库和婴儿制造者 某天一个女人被货架砸伤了腿 他痛苦地叫喊着 周围的人们却冷漠地无动于衷 这时老乔站了出来 却拿出一把刀递给了男孩 他要男孩亲手杀掉受伤的女人 男孩很听话 接过刀子后走向女人 女人的左耳有个标签 他转过头看着男孩向他哀求着 见男孩下不去手 老乔告诉大家 眼前的女人根本不是人类 只是一件披着人皮的仿生人 就当男孩按住她的头时 女人猛地发力直接推开了男孩 四周的人却发出了笑声 好像在嘲笑男孩的无能 在众人的压力下 男孩重新走上前去 他狠狠按住女人的头 接着一刀又一刀残忍地插在她的后背上 看着这一幕 周围瞬间没有了笑声 而在末日这种情况已经成了常态 老乔拍了拍男孩的胳膊 吊回了自己的小鼻手 老乔的兄弟大山不愿与之为伍 独自在树林中抚养自己的女儿小猪 然而现实生活充满了艰难 小猪的母亲中毒后离开了他们 加入了遮挡面容的朝圣者 也被称为无声的流浪者 他们在雪橇上收集垃圾 然后再拖回一个神秘的圣体 大山因为一场城堡之战受伤而瘫痪在床 每天需要自制的呼吸机维持生命 白天 小猪带着一架在有她父亲意识的无人机旅行 从地上寻找一切有用的东西 无人机的表面画着一张粗糙的人脸 内部由人类的软骨制肠 幸运的是她找到了一只罕见的虫子 她走过长长的臭水沟来到一处建筑物前 搬开一个木栅栏 在机器人的陪同下钻进屋内 里面漆黑一片暗淡无光 阴暗潮湿的环境下滋生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 她打开一扇铁门 小猪带着自己找到的东西给她看 在破旧的基地里 小猪根据机器人提供的科学知识进行合成生物实验 寻找方法来创造更可持续的作物 就当她测试新找的虫子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她收拾好东西赶紧离开了实验室 刚走到家就出现了状况 门前的所有小生物全部死亡 屋内好像遭到了抢劫 被弄得乱七八糟 可怕的是专供大山使用的仪器出现了问题 小猪简单处理后赶紧跑向屋内 可老乔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兄弟 抽完外甥女的血液后 没有给她交换任何东西直接扔出门外 门外的孩子们追上去驱赶她 既然正面要不到 小猪决定曲线救国 她偷偷地来到后院 穿过铁丝往前入老乔的实验室附近 就在这时 天空中出现几架飞行器 恰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小猪走进实验室后 拿出随身带来的瓶子灌了满满一瓶营养液 随后走进了一个发着红光的屋子 里面竟是老乔种植的粮食 虽然父亲一再劝诫自己不要偷到 但小猪还是没有忍住 拿走几颗粮食后 匆匆离开了实验室 就当她跑着回家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声 一架冒着浓烟的飞行器从上空掠过 而这种飞行器只存在于富人区 小猪回家后修复好呼吸器 陪在父亲身边进入了梦乡 等小猪拿出偷来的种子给父亲看 却遭到父亲严厉的训斥 她使用机器人传达自己的语言 小猪受不了父亲的训斥 鹰鹿之下选择了离家出走 冥冥中似乎有天意 恰好遇到了一个穿着鲜艳的女人 女人左腿受伤 周围的多肉食物正在吸食她的血液 小猪戴上帽子和面罩慢慢靠近她 打开她的眼皮发现还有意识 打算把她救出去 小猪摘走脖子上吸血的管状物 将女人一把拉开 她从女人的腿上抽出一根虫子 然后拿起一种实验室培育的人造品 贴在女人的腿上帮助她恢复 女人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处在一处破房子内 外面传来一阵争吵声 原来父亲不同意小猪受留这个女人 她认为眼前的女人 必定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应该远离才是正确的办法 女人听到后想要起身离开 可是腿上的伤却让自己再次跌倒 听到动静的小猪来查看受伤的女人 女人心思很重没有多说话 她只是希望小猪能够帮忙寻找自己的父亲 事后会有丰厚的回报 这时大猪却出现了意外 躺在床上不停地抽搐 女人看到后 闭上眼睛清晰一口气候 直接亲在了大猪的嘴上 大猪竟意外地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 到了白天小猪和机器人一起重新回到森林 找到了飞行器的残骸 很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驾驶舱 就当小猪想要打开舱门时 老乔带着孩子们突然赶到 他们打开舱门 一个舱老的驾驶员露出了真容 老乔却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捂住了他的嘴 小猪见状冲上前去 却被老乔另一只手控制住 片刻之后老人便没有了呼吸 漠视让老乔变得心狠手辣 他从舱内拿出一条丝带 闻了闻气味便发现 飞行器内应该还有一个人 回家的小猪不敢告诉女人真相 只是说林子太大根本没有找到踪迹 就当女人打算一起出门寻找时 机器人突然打断了他 女人待在这里并不安全 当下之际需要尽快联系城堡寻求支援 可这一代唯一的信号发射器 却在老乔那里 小猪看着女人不在一瘸一管 揭开了之前贴上去的生物膜 见伤口恢复得不错 小猪欣喜不已 女人也惊讶于小猪的科学合成能力 但对小猪来说这只是小儿科 接着它们穿过丛林 来到了一个秘密的温室内 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生物 竟全部出自小猪之手 女人看到后满脸的不可思议 直言如果能够回到城堡的话 要把这些发明介绍给城堡的 生物研究负责人 可以帮助小猪更好的发展 第二天小猪便开始前往老乔的实验室 打算偷取信号器联系城堡 却被老乔逮了个正找 他把手伸进了机器人的脑袋 拔掉了里面的一个装置 小猪趁老乔不注意 抱起机器人就往外跑 可机器人却失去了意识 没有了他小猪再也无法和父亲进行交流 他紧紧抱住女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 绝望之际他把真相告诉了女人 两人来到一条臭水河边 女人父亲的尸体早已经俯臭不堪 他跳下河抱着父亲痛哭起来 随后小猪帮忙把他拖上岸 女人看着父亲陷入了沉思 可小猪意外发现了另一个真相 撩开女人的头发 脖子后面竟出现一个平整的刀口 他小心地伸出手指慢慢靠近伤口 伤口好像活了一般长出了畜生 女人这才坦言自己只是一个实验场 而城堡中私自制作仿生人是违法的行为 飞行器坠毁前两人实际是在逃离城堡 原来女人之前对小猪说的一切全部都是谎言 得知真相的小猪狠狠地推了一把女人 他捡起地上的泥土砸在他的身上 回到家后让女人收拾东西离开他们 万幸机器人修好了 小猪把真相告诉了父亲 父亲却劝小猪不要太执着于谎言 仿生人都是听从主人的安排 要对他好点 与此同时仿生人却撩开头发 拿起长刀后 狠狠地插向了自己的后背 小猪及时赶到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他把女人带到实验室帮他敷上伤口 提取了女人的血液 想要利用自己的DNA平板进行血液分析 而结果却有些惊人 女人的血液慢慢散开后 里面出现了几个不属于自己的DNA 而这些DNA又被女人的核心DNA紧紧包围 就好像被锁在里面一样 女人对此也是一头雾水 她的父亲从未提过此事 只是在父亲的工作时 女人会演奏歌曲为父亲提高注意力 就当女人演奏乐器时 DNA突然发生了反应 在她弹到特定的音符时 DNA会出现跳动 几次重复的弹奏后 里面的DNA竟然奇迹般的突破屏障散了出来 小猪立马看到了希望 她拿起一颗种子放入容器 使用特殊溶液将它溶解 然后使用吸管吸取种子后 滴在了平板内 片刻之后 女人的DNA竟和种子DNA完美融合 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可持续产物的诞生 有了它 他们便可以不再挨了 女人也终于明白父亲 带自己前往城堡另一方的用途 大山清楚城堡的残忍无情 此地不宜久留 她让两人带好东西尽快离开这里 可小猪死活不愿意抛弃自己的父亲 她前往旧实验室寻找新的过滤器 就在这时 家里却来了不速之客 老乔走进了小猪的屋子 发现了被小猪藏起来的女人 为了大山的安全 女人决定服从老乔和她乖乖回去 敏锐的老乔却发现了异常 她撩开女人头发 看到了脖子后面的伤口 老乔从未见过如此精致的仿生人 就当她掐住女人脖子时 小猪突然赶回来 三人撕打在一起 最终女人用匕首钉住老乔右手 小猪拿着长刀控制了她 小猪想用扫帚阻挡试试 却根本没有用 两人只能躲在桌子上 静待细菌的审判 就当他们退无可退时 细菌突然停止扩散转 而变成了一股气体飘向天空 两人捂住口鼻才得以逃过一劫 现在到了小猪的抉择时刻 为了活命 他不得不抛下父亲离开故乡 父亲也很决绝认为 现在是分离的时刻 利用善意的谎言骗走了女儿 黑暗中几个持枪的黑衣人 慢慢靠近了穷人的沼泽地 拥有一大家子的老乔 站在屋内静候多时 就当他走出门外接待黑衣人时 却被黑衣人一枪带走 他们残酷无情没有丝毫怜悯 很快几人找到了小猪的房子 就当他们搜索房屋时 机器人突然腾空而起 黑衣人一枪打过去 却引爆了机器人 这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小猪意识到父亲已经死了 在女人的安慰下 两人只能继续逃跑 眼看身后的黑衣人步步紧逼 小猪告诉女人 不要碰红色的草 就当黑衣人碰触红色草丛时 几道红色子弹突然飞出 直接穿透了黑衣人的身体 随后一只巨大的萤火虫 从伤口中钻出 第二个黑衣人开始变得步步小心 但是在小猪二人的夹击下 黑衣人也落入了陷阱 小猪抓住时机朝着红草扔了的东西 黑衣人来不及反应 又死在了红色萤火虫的手下 但是女人明白 城堡绝对不会放过自己 只有离开小猪才会保护她的安全 尽管小猪苦苦哀求 女人还是使用嘴上的迷魂 要让小猪陷入了昏迷 等天色渐亮黎明到来 小猪剥开杂草重新出发 她回到家里 看着烧焦的房子说不出话 挖了个坑将几粒种子埋了进去 临走时碰到了老乔那里 幸存的四个人 他们结伴走向远方 途中遇到了漂泊的朝圣者 跟随朝圣者便可以找到穷人的圣体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难旅途后 几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小猪爬上高塔 站在塔顶眺望远方 她从出生以来 还从未到过如此高的地方 远方可以看到富人的保护区 但女人曾经说过那里 只是表面繁荣而已 根本不值得向往 小猪掏出剩下的种子伸出手 种子恍如获得的新生随风挑扬 也许不久的将来 这里便会产出数不尽的粮食 但不知道会不会成为 一个新的富人区